在美国的劳减方面的压力之下 大家注意到了苹果的这个动作 苹果计划要调涨代工价格 鸿海的毛利率渴望大进步 不只是如此呢 为了洗刷毒苹果的污名 美国公平劳动协会 也就是FLA总裁 亲自到深圳来调查 那么对于约谈当中的第一波 富士康大为惊喜 正为代工的环境远高于 业界的基本标准 一滴又一滴的水滴 就像是鸿海代工所赚的毛利 不过近期苹果为了洗刷 毒苹果血汗工厂的污名 可能调高代工价格 鸿海毛利大进步 从之前3%到4%的毛3到4 现在有机会保5 苹果执行长库克 为了让代工厂员工 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委托美国公平劳动协会FLA 对富士康进行地毯式约谈 鸿海旗下富士康 深圳龙滑厂 灌篮厂 还有四川成都厂 河南郑州厂 从2月13号开始 为期两周接受检验 而最终报告将会在三天内公布 而FLA总裁亲自前往深圳调查的结果 也让他大吃一惊 厂风设备一流 物质条件远高于业界基本标准 这次苹果下定决心洗刷血汗工厂污名 第一步先公布供应链名单 再全面调查代工厂环境 最后如果能顺利调涨代工价格 将对苹果和代工厂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东森财经新闻 吕培君冯瑞里综合报导